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0号上午听取军队参与防汛救灾情况汇报 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参与防汛救灾的人民解放军直战员、武警部队官兵、民兵预备艺人员致以诚挚问候 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、东部战区、安徽省军区、武警安徽省总队分别汇报了军队参与防汛救灾有关情况 习近平在听取汇报后发表重要讲话 他指出,今年入训以来,全国多地出现严重洪涝灾害 我军部队永挑重担,经过顽强努力,取得了防汛救灾斗争阶段性重大胜利 人民军队听党指挥,文令而动,向险而行 关键时刻发挥了突击队作用 习近平强调,军队相关单位要汇同地方加强汛情研判,精准用兵 任务部队要保持良好状态,及时排查风险隐患,有力组织抢险救灾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,确保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安全稳定 张又霞等参加活动 今年入训以来,截至8月19号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和军委决策部署 共出动兵力120多万人次,组织民兵30多万人次 参加了17个省份的防汛救灾行动,共转移群众17万余人 封堵绝口和管涌3900多处,加固堤坝900多公里,抢通道路350多公里 参加活动